近日,中传集团微信公众号公开了中传集团首席专家张国欣同志先进事迹,其中提到他根据直线电机动植工作员原理,是其定制的安装京都指标,这表明国产第二艘航空母舰采用了电磁弹射器。 许多人可能感觉奇怪,为何看到直线电机就能说明国产第二艘航空母舰采用电磁弹射器,这是因为直线电机是电磁弹射器关键设备,它能够把电能力直接转换成直线运动机器吗? 直线电机优点包括结构简单,重量和体积较低,定位精度高,系统灵敏高,这些优点对于舰载系统来说非常宝贵,美国辅特级电磁弹射器就采用直线电机,相关资料,辅特级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器,就采用了288个直线电机模块,长度大约110米,每个模块大小,重量相同,可以随意更换。 所以,我们看到直线电机,就可以推测国产第二艘航空母舰,采用了电磁弹射器,福特级航空母舰,是第一艘配备电磁弹射器的航空母舰,应该说中传微信公众号这篇文章,为国产第二艘航母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,尽管中国海军第一,两艘航母,都采用黄越甲板,但是国产航母最初规划, 还是一艘弹射器航母,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海军和船船工业论证,研究首艘国产航母,确定方案就是一艘四万吨级弹射器航母,采用蒸汽塔射器,这个方案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常规。 新比较接近,法国曾经考虑把展常规型带高乐级航母用于出口,不过,考虑到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实力,国产航母由上变缓。 不过,关键技术研究并没有停止,包括蒸汽弹射器,经过相关单位不懈努力,国产蒸汽弹射器,在新世纪取得了关键性建材,并且在陆地进行了相关试验,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蒸汽弹射器技术,为上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当时,外界普建认为,第二艘国产航母,应该是一艘配备蒸汽弹射器的航空母舰。 中国也掌握了蒸汽弹射器技术电磁弹射器研制精度,迅速改善不过此时,国外已经开始发展电磁弹射器。 电磁弹射器与蒸汽弹射器相比,体积重量更小,可靠性更高,维护量更少,使用更加灵活,竟在机弹射范围更大,既能弹射重型战斗机,也能弹射轻效型无人机。 因此,电磁弹射器,被认为是蒸汽弹射器理想的替代品,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,就采用了电磁弹射器。 中国相关单位,针对电磁弹射器发展,也进行了跟踪研究,研制工作推进迅速,国产电磁弹射器,居然赶上了蒸汽弹射器进度,也进行了陆地弹射试验。 因此,第二艘国产航母,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,事先采用蒸汽弹射器过渡,还是一步到外采用电磁弹射器。 按照海外资料说法,中国曾经对两种弹射器进行了对比试验,现在看来试验已经有了结果,电磁弹射器胜出,第二艘国产航母配备电磁弹射器。 中国航母编队作战能力,将会发生至了飞跃第二艘国产航母配备电磁弹射器之后,作战能力比现在的华越航母,将会有一个大的跨越,可以让舰在战斗机中在起飞,远程打击能力更强。 尤其考虑到歼20改装舰在战斗机的话,最大起飞重量很有可能超过30吨,如果没有弹射器帮助,作战能力将会受到较大影响,另外还可以弹射各种无人机,执行长时间侦查监视任务,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